上一讲呢,我们把泰迪熊的形状已经画出来了,描了线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就开始给泰迪熊涂上颜色 首先呢,我选择的是浅棕色 涂颜色的时候呢,先涂边,再慢慢地涂中间 不要着急,尽量不要把颜色涂到外面去 我采用的材料呢,是炫彩画棒 它是一种水性的画笔 所以画的过程中如果有笔触 就是说,如果露出了底下白色的小点点呢 露出纸张的颜色的话,可以用手指呢,轻轻地揉一下 然后画面的颜色呢,就会非常的均匀了 所有的边一定要仔细地涂 越是细的地方,越是要有耐心慢慢涂 好,现在我开始涂它的小耳朵 也是,先涂边 小熊的颜色呢,会有一点不一样 嘴的这个部分和胸口的这个毛 包括脚底板,颜色要略浅一点 所以呢,我今天要用炫彩棒的另外一个功能 叫做颜色的叠加 首先我选了Peach 桃色呢,再把它的需要画浅色的这些部位 给它先涂上一层 嘴巴这个部分 胸前的毛 脚底板 把这几个部分呢,先涂上一层的桃色 先一块涂上这个颜色呢 就是减少了我们每一次拿笔啊 取笔啊,盖盖儿 把这些过程给减化了 所以就是一次性地把一个颜色呢 尽量地一下化完 能够节省我们的时间 这个原则一般就是先画浅的 再画深的 因为浅色呢,容易被深色的给盖住 但是反制则不然 浅色的不能够盖住深色的 所以我用的是Peach first 先用桃色 然后一会儿呢,我会在上面叠加一个浅棕色 涂颜色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先从边上涂,然后再涂中间 一定要注意尽量地不要把颜色涂到线外面 那我们今天因为要做颜色的叠加呢 所以先用的最浅的颜色 一会儿呢,我们的脚掌中间的脚趾头啊 脚垫子啊,都会涂一个更深的颜色 所以这样小的部分 如果你没有办法避免地涂进去的话 也不用太担心 毕竟一会儿深色的涂上 就会把这个浅色的给盖住 现在我开始做颜色叠加了 我在我们刚才涂好的这个颜色上面呢 用一个浅棕色再给它画一层 那么现在大家就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来 我这个嘴的这一块呢 已经比脑袋旁边的颜色要变浅了啊 我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出来这个颜色的变化 所以我才先把小熊的脑袋涂了 让大家能看出来 两层颜色的叠加呢 就比单独的一个颜色要浅一些 好,我们把所有需要颜色变浅的部分呢 都用同样的手法把它画完 先涂上,然后稍微揉一下 好,颜色提加做完了之后 我就可以把小熊需要涂浅棕色的毛的部分 包括它的头,它的耳朵,它的肚子,它的胳膊,它的腿 这些都把它给画上 画到边上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颜色尽量不要涂出去 也不要涂到眼睛的highlight里面 眼睛这有一个高光,白色的小点点 那是光线照在它眼睛上的反光 所以呢,不要把这儿涂上 涂的过程中,你看会有一些不均匀的地方 一会儿涂完了,用手指稍微揉,它就均匀了 现在我的两个小熊像穿着白衣服,是不是 我们要给它的身体也涂上 大家如果想给小熊涂上不同颜色的衣服 其实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啊 可以自己发挥发挥想象力 就像老师说,现在这个如果我们不涂 它身上的部分呢 就感觉像它穿的一个白衣服,对不对 你也可以再设计一下 可以给它加上一些不同颜色的衣服 是不是,它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它穿的是有扣子没有 你都可以加上自己的创作 涂完了之后,记得把颜色稍微揉一揉匀 如果您是用的油花棒呢 你可以用一个卫生纸垫着啊 用一个纸巾垫着来揉一揉 因为油花棒要稍微的硬一些 所以用纸巾垫着呢 能够保证手指头不会揉得太疼 涂颜色的时候呢 也可以稍微顺着一点它的方向 比如说这个角是往右边斜的呢 那你涂的笔顺也是顺着它边先涂哈 这样的话,如果有一点点不均匀的呢 也会是跟它这个形状一致的 这样的话会看起来还比较自然 同样的方法,我们把小熊也涂好 把他的身体,胳膊,腿和脚都画好 然后我拿出了深棕色来画小熊的鼻子 小熊的脚趾头 还有小熊的脚垫 同样的,涂的时候要先涂边再涂中间 控制住颜色 如果不小心把颜色涂出去了怎么办呢 你可以赶紧把它给刮掉啊 用你的手指甲呀 或者是平常可以准备一个 你家里面不用的信用卡呀 在旁边有一个硬的边缘的东西 来把这个不要的颜色给刮掉 轻轻的刮掉 这个方法适用于旋载棒和油花棒 还有拉笔 我还用深棕色的在小熊的耳朵 我们之前画折线的位置稍微涂一点 涂好了之后呢 用手指揉开的时候 要先把手指摁在这个熊耳朵的边的部分 你看我画的一个折线吧 把手指顺着这个边往下揉 从有颜色这边往没颜色的这边揉 这样能让颜色呀 缓慢的过渡过去 也是颜色叠加的一种方式 这是深色叠加在浅色上 最后呢 我们要画上背景了 你要想一想 你的小熊在什么位置 你看老师画的这个小熊呢 是在一个树林里 所以老师在小熊的背后呢 画了一些松树 画松树的时候呢 我们先画一个直线 然后旁边呢 给它画上像箭头一样 画上尖啊 那么这个尖呢 要让它缓缓的变大 从高往低慢慢变长 保持这个树的形状呢 是一个三角形 当然了 树是一个很自然的生长的状态 那可能有的地方长一点 有的树枝短一点 可是整体的大体的形状 让它保持住一个三角形就好 熊后面也是有树的啊 把这些尖细稍微的填补一下 这个颜色 好 再来一遍 先画一个直线 然后呢 上面画小小的尖啊 小小的尖头 然后让它慢慢的换大 画大 越来越长 保持住这个形状呢 是一个三角形 有控制住自己的笔 这个容易犯的问题 一个是画的上下一样 就是都是细细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上面刚开始的 这个画的太大 所以说上面的要稍微的小一点 下面才有余地 给画的更宽 一定要让它慢慢的变宽 这是我又画了一颗 给大家看 我可以中间 我觉得我有点大了呢 我可以收一收 让它少画几笔 这样这个树看起来很自然 再来一棵小的 注意这个树林嘛 就有的树高 有的树矮 有的树胖一点 有的树瘦一点 之后有点变化 把这个画好 底下 这所有的树的底下 让它保持住 比较平的一个状态 这是地平线 ground line 好 现在呢 我要画草地了 我的小熊坐在草地上 所以呢 我换了一个绿色 这个是一个浅绿色 我把浅绿色画在地上 让这个小熊 坐在草地上 画的时候呢 顺着这个地平线 开始画横线 保持一个方向 画到边的要小心 不要画到熊的角角上 好 平着 保持住 都是这个方向画 老师呢 为了录视频 所以我的画面呢 是不能动的 那宝贝们 在画的过程中呢 可以把这个纸张 稍微旋转一下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用笔的话 从左到右比较方便 你可以把画面呢 转一个方向 让你的手画起来更舒服 更容易控制你的笔 画好了树和草地呢 我选了一只蓝色来画天空 画天空的时候 我想让天空中有一点点白云 所以呢 我有一部分是不涂的 也是横着用笔啊 水平的横着用笔 小心的涂到边 然后呢 留一些白颜色 我当它的白云 边缘呢 不要是直线 一定要是很多变的这个曲线啊 一直在转弯 因为云的边缘呢 一般是很多很多小的曲线组成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去看看 窗外面有没有白云 宝贝们是白天化的吗 是白天化的 可以出去看看天上 今天有没有白白的云 白云的形状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留了白色的部分呢 是当做它的云的 图的方向尽量保持一致 这样即便图的不均匀啊 看起来画面也是漂亮的 也是整齐的 如果是有的横七出八的线呢 如果图的不均匀 给人的感觉画面就会比较乱 就会让人觉得画面没有组织好 就是控制比没有控制好 所以尽量顺着一个方向图 比如我们画小数的时候呢 就是左边一笔右边一笔是吧 那么画天空的时候呢 就是平着用笔 水平的方向用笔 宝贝们有耐心慢慢的把这个天空涂好 天空涂完了之后呢 我们今天啊 这个小熊基本上就画完了 宝贝们还可以把天空的颜色稍微揉一揉 让颜色更均匀 老师的小熊马上就要画好了 屏幕前的你 是不是也画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熊呢 发下来发给老师 让老师也看看吧 关注Sara画室 你就可以下课了 然后我再课一个小熊 表面的小熊 你怎么下课的小熊 你就可以下课了